据报道,据俄罗斯国防部透露,在1月24日上午约11时许,一架隶属于俄罗斯空天军的YR-76军用运输机在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地区遭遇导弹袭击,飞机坠毁,事件发生在俄乌边境地区,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有几十公里,各大网友分析是乌克兰干的,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 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公布了坠毁俄运输机的情况,这架YR-76大型军用运输机上装载有65名准备用于相互交换的乌克兰战俘,此外,机上还有6名机组人员和3名随行押运人员,以上共74人已经全部遇难,与坠毁的这架YR-76军用运输机一起飞行的,还有另外一架也装载有80名乌军俘虏的YR-76军用运输机坠毁事件发生后, 这架YR-76运输机紧急被降到了其他机场,YR-76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200吨级大型军用运输机之一,也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架涡轮风扇发动机动力的大型军用运输机,1975年正式定型,到2000年前后,运输机的总产量为900多架。 平均年产量在35架以上,逃出退役报废的数量,俄罗斯空天军目前还拥有70架左右的老型YR-76运输机,根据坠机现场视频显示,YR-76运输在坠落前就有着火的迹象, 而且天空中有防空导弹爆炸产生的烟云,该机以大角度俯冲向地面,随后触地并发生爆炸,地面升起巨大的火球,俄罗斯紧急情况不透露,该机坠机以后粉碎性解体,残海散布很广。 俄国加度马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卡尔塔波洛夫认为,这架飞机是被乌克兰方面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或IRIS防空导弹击落的。 事发时,俄军的防空雷达记录到乌军从哈尔科夫州利普齐地区发射了两枚防空导弹,乌克兰方面一开始有媒体发新闻,庆祝防空部队击落了一架敌人的YR-76运输机,乌克兰媒体报道称,这架YR-76运输机是被乌军的防空导弹击落的, 当时这架YR-76运输机正在运送S-300防空导弹系统,但随后又删除了新闻页面,乌克兰情报总部在1月24日晚发表声明, 未否认俄方提出的乌军击落YR-76运输机的指控,但便称俄方事先没有通报相关运输机的飞行信息。 指责俄方没有要求乌方确保事发空域的安全,但俄军随后公布了坠毁YR-76运输机上乌克兰战俘的完整名单, 作为对乌情报总局上述声明的驳斥,按常理分析,这事就是乌克兰干的。 击落俄YR-76运输机的,明显是乌军防空部队,由于YR-76运输机的坠机地点位于俄乌边境地带。 而乌军装备的爱国者,远程防空导弹的数量少,不太可能靠近边境地区部署,因此,最有可能击落俄军YR-76运输机的防空武器,是得致IRIS中程防空导弹。 乌克兰军队曾在去年12月份于哈尔科夫州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带部署了IRIS防空导弹,IRIS防空导弹的射程为40公里,射高达20公里。 如果部署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交界处,完全有可能击落疏于防范的俄罗斯YR-76运输机坠机地点在俄乌边境的比尔哥罗德州。 距离边境非常近,这件事,非常可能又是一次乌龙击落事件,由于俄乌交换战俘工作很复杂,需要涉及到关押,运送,联络等等的协调保障,尤其是在战区,稍微有一点失误,就会造成双方抵我识别错误,遭到火力打击,至于网络上各种所谓的起飞地点谜团,战俘名单重复等等,暗示俄方故意击落自己的1276的帖子。 大多数是乌克兰方面的信息污染,就是用大量似是而非,没法证实的消息混淆视听,通过不断制造大量的假信息,达到污染真相的目的。 反复多次后,会降低民众的预值,降低影响效果,要说完信息污染,大毛和二毛都是高手,考虑到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和俄罗斯的比尔哥罗德,刚刚遭受了相互导弹,无人机和火箭炮的袭击, 因此,当一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出现在乌军防空系统雷达屏幕上时,不能排除在紧张情况下,乌军防空部队将这架飞机当作敌机击落。 俄乌战争两年以来,各种乌龙击落飞机的事件太多了,有错误击落对方飞机的,也有错误击落自己飞机,乌军防空部队很可能未收到装载战俘运输机的空情预告,或者未能重视贯彻。 将这架伊尔76运输机当作了一架存有敌意的俄罗斯军机,当即击落,俄武交换战俘的程序和路径的相互协调通报,一定是有的,但是否能具体落实到基层作战部队,就不好说了。 俄罗斯随时等待阿拉斯加的回归,现在战争不可避免,前段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俄罗斯联邦2024年跌21号总统令,这份命令要求政府拨出资金去寻找,登记并确保俄罗斯在海外的财产得到法律保护,苏联时期和沙俄时代的财产也包含在内。 随着这则法令的传出,外界对于俄罗斯可能重新主张对历史上失去的领土和财产权益的猜测甚嚣沉上,尤其是关于1867年俄罗斯出售阿拉斯加给美国的那笔交易,不少分析人士猜测,俄罗斯是否要清算历史旧账,重新主张对阿拉斯加的所有权,面对外界的揣测与议论。 美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美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坚定表示,普京肯定不会收回阿拉斯加。 他强调了两国之间的领土协议的法律效应,并指出,这些协议经过数世纪的国际法认可,不会因为某一方面的单方面决定而有所改变。 在此舆论互动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则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回应了外界的猜测。 他在社交平台上调侃说,俄罗斯一直在等待阿拉斯加的回归,现在战争不可避免,并以一个笑哭表情结束这场半开玩笑的话题。 梅德维杰夫的话侧面澄清了俄罗斯有意收复阿拉斯加的说法。 同时也反映出,俄罗斯并不打算将这一历史事件上升为现实政治争端,回到阿拉斯加的主权问题。 这里位于北美洲西北部,曾是俄罗斯帝国的殖民地。 然而,由于19世纪的俄罗斯财政窘迫,将这片土地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尽管交易完成已有一个多世纪。 但关于阿拉斯加的主权问题,仍存在争议和分歧。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当时双方敲定领土出售协议后,美国准备了价值7000多万美元的金条购买阿拉斯加。 这批金条由一艘轮船从伦敦运往圣彼得堡。 不幸的是,船只在抵达目的地前沉没,金条随之消失。 也就是说,俄罗斯没拿到一分钱,却丢了阿拉斯加这块宝地,但这只是故事,没有确凿证据支持其真实性。 相反,据可信的历史记载,美国确实支付了约定的金额,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金融操作完成了交易。 从美国角度来看,阿拉斯加的价值远超过当初的购买价格, 不仅有渔场,还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根据统计数据,阿拉斯加地下蕴藏着高达5、7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和300亿桶原油。 这些资源为美国提供了重要的能源安全保障。 除了经济价值外,阿拉斯加在地理策略上也扮演了关键角色。 美国在阿拉斯加设立了多处军事基地,使得美国能够有效监控北极地区, 并在必要时迅速应对军事威胁。 俄罗斯或许在某个时间点对出售阿拉斯加的决定感到后悔, 但时至今日,事实已经铁板钉钉。 如今阿拉斯加是美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仅在法律上承认其属于美国, 同样在实际治理上完全纳入美国的主权之中退一步讲, 即便是俄罗斯有意收回。 不止美军不答应,当地居民估计也不答应, 目前阿拉斯加当地居民的年均收入高达7万美元, 享有稳定的社会福利和安全的生活环境。 相比之下,虽然俄罗斯的楚克齐地区也富裕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但人均收入并没有达到阿拉斯加的水平, 只有2、5万美元左右,事实上, 普京将今年首次工作出访目的地定在距离阿拉斯加不到100公里的楚克齐半岛, 就已经在美国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响, 一方面,这明确传递出俄罗斯对北极地区战略意义的重视,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俄罗斯意图加强该地区影响力的信号, 此举在当下美俄紧张的对抗氛围中显得格外敏感, 如今又有俄罗斯意图收复阿拉斯加的消息传出, 很难不让华盛顿政客警惕, 因此,尽管美俄两国官方都试图淡化这一动作可能带来的紧张, 但它所引发的国际社会关注和对相关议题的讨论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 俄罗斯的行为可能给予了国际社会一个值得思考的案例, 如果俄罗斯可以对领土主权提出重新考量的话, 理论上其他国家也能一样化葫芦, 对自己的历史领土问题进行重新评估, 但这种做法无疑将打开潘多拉盒子, 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 对此,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的那种提供